224 大公報 利劍無人機開封上艦執行攻擊任務 2015年7月13日中國新聞A09軍情觀察 大公報信 中國利劍無人機發展迅速 最近更取得重大成果 並實現歷史性跨越 軍事專家分析認為 利劍是以航母艦載機為發展目標的新一代無人機 未來將登上航母 成為無人攻擊機 在美國X47B 法國主導研發的神經元無人機 英國雷神無人機之後 中國利劍無人機橫空出竅 成為第四個擁有隱身無人攻擊機的國家 7月7日 中國航空部在關於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 副總設計師將子軍的報導中 提到了某平台演示驗證項目的非常規氣 董布局和全新進氣度帶來的飛行控制技術 至2014年該演示驗證項目取得重大進展 實現歷史性跨越 多項技術難點或突破軍事專家認為 該項目指的是利劍無人作戰飛機驗證機 也就事說無人機用於實戰與接近事實 在過往的公開報導中提到 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的利劍無人機 採用蝙蝠式外形的無美飛翼式布局 以及機背進氣度設計 其進氣度和 神經元等無人作戰飛機一樣 採用背負式上下S型進氣度 因此中國航空部的這篇報導中的非常規氣 董布局和全新進氣度技術 應該就事之2013年11月抵手 非成功的國產利劍無人作戰飛機驗證機 針對報導中的取得重大成果及實現歷史性跨越等描述 長期跟踪中國產軍用飛機發展的軍事觀察員認為 取得重大成果表明利劍無人機的相關技術難點已經獲得突破 以實現歷史性跨越表明利劍已經使中國 實現了從無人機向無人作戰飛機的跨越 在中國航空部6月份關於中航工業瀋陽所總設計師王永慶的報導中 提到了先進傳感器應用、系統優化雜性、 引伸技術工程法及飛機平台優化改進等技術 這聲內容也很有可能是指利劍的相關技術特點 長期以來,無人機被視為未來戰爭的標竿武器 利劍的出現和發展 說明中國已將無人作戰飛機作為未來裝備發展的重點 在此之前,和利劍設計概念類似的 X-47B已實現了在航母上起降,並完成了與一架 FA-18F超級大黃豐戰鬥機共同編隊飛行的試驗 由於利劍的設計單位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也 是國產第一代艦載戰鬥機殲15飛沙的設計單位 因此包括軍方專家在內的分析軍認為 利劍是以航母艦載機為發展目標的新一代無人機 未來有望與國產引營艦載有人駕駛戰鬥機一起 成為國產航母上的絕代雙轎 可引申飛行4000公里內地軍事專家李小健接受深圳衛視採訪時表示 利劍跟普通的無人機相比,最大的優勢是具有引申能力 可執行攻擊作戰任務 他估計,利劍使用的是我制RD-93的發動機 所以利劍的體型和行程,應該與俄羅斯同樣使用 該型發動機的魔鬼軟無人機相差不遠 利劍的行程應該在4000公里左右 作戰半徑可以達到1000至1200公里 最大載彈量估計約為2噸 李小健指出,從長龍等無人機主要執行空中偵察 戰場監視等任務,上升到可以執行壓制敵風防空系統 對地攻擊等作戰任務,利劍的出現 意味中國已經實現了從無人機向無人攻擊機的跨越 無人攻擊機主要任務實施中心攻擊攔截 內襲導彈進行反潛作戰壓制防空能力提供 空中支援保障空中加油軍事白方無人攻擊機 大公報信,無人戰鬥航空在據常被稱為無人作戰飛機 也稱戰鬥風,是一種無需飛行員駕駛並配有武器裝備的無人機 現役無人作戰機實際上型主要由引導員實時控制 引導員在無人作戰機執行任務時白年的角色 也因無人作戰機自主程度及數據傳輸需求而不同 到目前為止,美國已進行一系列無人戰鬥航空載具研發計劃 最為人注目的便是聯合無人駕駛空中系統